前后还是酒精 喷一下 王斌生下午才视察淘机要所有工作人员上警发条 不到半天时间机场群区再报三名清洁员确诊 加上原本四例清洁员和一例防疫车对驾驶已达8人 淘市府证实表示紧急疫调中 而据了解新增三例疑似是轮值大夜班员工 是否同交通车同环境工作都要离期 市政府这边同时以最快的速度针对确诊的个案紧急疫调 并且匡列区隔的夜班人员 也将同步扩大社区的裁剪 目前筛检累计1238位 93位清洁员要送集检所 768人1月6号7号两天都要快筛 1月8号需PCR裁剪 而5号记者会上新增的一例清洁员 家人裁剪结果也出炉 工作的家人这也是阴性 案一7266也是机场清洁员工 4号下午出现不适症状 自行到社区裁剪确诊和其他确诊清洁员 搭同班交通车但怎会不在当初名单当中 他本来不是处于这个交通路线的 那后来他在这后来这几天 他改了他的班次 交通吧一个卢博一个坑 但清洁员去年12月25号到1月4号 曾因复建从巴德改搭中立县 才没第一时间掌握 另外清洁员在航夏外围服务 负责地面与垃圾清洁 目前淘机群聚感染源外界指向案一七二三零 病日事实上1月2号又晚于这个其他的个案 变化趋势不一定是这样子走的 首例确诊案一七二三零染 Omicron是清洁员中案号最早 是否是源头未有定论 而从CT值看 仅案一七二三零往上升病毒量下降 其余包括一七二三八一七二三九清洁员 与一七二四零计程车司机 CT值都往下降 代表病毒量往上升 其中计程车司机也染Omicron 12月26号和31号 曾载过自美澳入境的确诊者 当然也不能排除 可能是按一七二三零员工 传染给防疫计程车驾驶 预判的传染途径 仅是否会随再爆出的这三例有所改变 防疫团队加强筛减拉高防疫墙 跟病毒对抗 揪出病斩断这些隐形传播链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